好 康學生之後跟大家見不見了 很高興再次請到陳跳韓博士 不要再請陳跳韓博士 陳跳韓博士就是理所當然給你 很拍檔 別說誰請誰 難道又說我請你嗎 是不是 我請不起你 現在的頭獎 不是 千萬不要說 好了 首先要向各位的支持者 說聲多謝 因為在這半年來 其實我們收到很多的一些的要求 就是 康學生之後不要停 我就已經講過了 這個節目其中一個要做的原因 就是因為實在太多這樣的呼籲 呼聲 透過直指去渠道也有 透過間指去渠道也有 在網上也有 我相信陳跳韓博士也有同樣的一些壓力 就是我們用壓力去形容這些 挺有壓力 挺有 我這樣說 真的是自從 自從我們科學生之前就是2021年的年尾停 到現在這一刻它復播就是半年時間 中間也都真的有 我自己私底下有收到網友聽眾支持鼓勵 也都問一下我什麼時候開番的那些 但是同一時間 我想不知道台長你覺不覺的呢 因為在過往的這段幾個月時間裏面 你如果要在中文媒體 尤其是香港本地媒體 再看到這些科學消息 你會不會覺得比以前的事情還難了 有這樣的問題的 有這樣的問題的 我數幾個這樣的平台 是不是 譬如說一些本身主流的報紙 是不是 消失的消失 甚至乎 可能大家都知道我港台之前有的節目也沒有了 那些最新的中文科學的報道 其實我發覺是比以往的掌握更加困難了 這裏就這樣說 誇張的這樣說 覺得自己是不是應該都要繼續出來說呢 變成好像有把聲音在那裡 大家起碼可以是一個廣東話的媒體 去聽一下世界上真是現在最尖端的科學知識 這件事就多謝大家鼓勵了 也都真是希望大家去繼續支持下去了 那我首先要交代一下現在那個處理的方法是怎樣的 因為舊的平台馬 Radio 本身就在香港的辦事處 已經停止了運作了 那我自己就成立了一個糧感油工的室在Patreon上面的 那現在那個處理的方法呢 當然那個節目本身都會在這個糧感油工的室那裡會播出啦 那大家也都不用擔心的 因為我之前承諾過就是這個節目本身呢 我們就會是 播出的時候是不會收費的 總之你看不一定要給錢 你看不一定要給錢啦 那與此同時呢 我們會稍遲的時間 不會遲太久 我們都會放上YouTube那裡 但是YouTube那個情況呢 我思考過之後呢 我們都作出一定的改變了 就是因為現在有一個梁錦祥的頻道在YouTube上面 但是科學生資由於她那個性質比較特殊 以及是很受歡迎 那我覺得她應該是獨立成立一個 YouTube的科學生資的頻道的 那在那個頻道上面 如果大家想作出任何的支持 可以在那個頻道上去作出啦 那我就可能在下星期我們那個工作人員會做到的啦 所以大家就稍微無錯 節目一定可以看的 但是它放在什麼形式上呢 就是大家就可能要研究一下啦 那這個就方便大家去看的 還有它始終有一個獨立性在那裡 就是我不想說混了其他這些不同的節目 變成就好像某一個平台可以的 我很希望科學生資它作為一個節目 它可以獨立成為一個大家 就是它只是想看科學的知識的時候 或者科技的知識的時候就走上去看 它是我們的自家品牌的嘛 這是我們現在的 好啦 陳尊博士 雖然我們的節目就一定是講科學啦 還有現在最新的消息啦 但是起碼你可以在這裡一兩句或者幾句的 你概括一下科學生資做了這麼久 有什麼感想呢? 我會這樣說的 這個也是在上次節目停了之後很大的感觸 無論社會世界發生什麼事都好 過去這半年 是不是? 瘟疫的情況不同了 是不是? 無端端多了一場戰爭 是不是? 接著世界的經濟一個大的退潮 甚至乎香港的情況也都可以說是更加的惡劣 但是科學沒有退步 科學繼續進步 我會覺得在這個倒退的世界裏面 找到一點的位置的地方就是我們一起去看著科學的進步 我覺得希望大家都在這裡找到他們的開心安慰的地方 和一起有增長 是 這個說話我想都很有共鳴感的 就是因為最偉大的科學家 我跟斯坦說 當你去了解到這個乙醬奧秘的時候 其實所有人生的不幸都可以 不會再令你感到最大的傷痛 這個說話可能是未必要講的 但是可能有同樣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 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是很重要的 這個節目之所以我覺得是要做下去的原因 是因為如果我們去處理人類的問題 人類的文明是不用一個科學的方法 我們很多 我應該反正說 如果我們用一個科學理性的方法 去處理很多人類的問題的話 很多悲劇是可以避免的 沒錯 沒錯 但是我想也都是一個很恆常的 一個很重大的發現 就是人是不可能理性的 這個是我們最大的人類的 那怎樣也好 最重要就是我們有這樣的節目 在這裡跟大家繼續講講科學的資訊 怎樣有時候一些可能是社會上周邊發生的事 可能我們其實是過往科學甚至花了很長時間 跟大家講瘟疫的問題 現在都是這樣的 可能大家都是對於打針不打針 封鎖不封鎖 各有各的意見 但是我起碼就是 至少是要提出了一種科學的標準 讓大家去參考 去做比較 那我就會覺得已經是很有價值的事情了 好了 那就閒話小說了 我們要講這個最新的科學的發展之前 我們要回顧一下 在這半年裡面 我們的節目停頓了之後 是應該發生了很多大事 我們起碼就是 雖然在其他平台你都講過 但是起碼我們現在在這個節目 我們作為負責 我們先回顧一下 究竟這半年發生的那些 你列舉了 認為我們真的要提一提觀眾的一些重大的發言 是的 我們上次的節目停了之後 我們這個年度的科學回顧都沒有跟進 但是起碼現在在這裡 都要講回 就是自從2021年的年底 到現在我們這一刻 究竟有什麼我認為 現在在科學上的重大的發言呢? 或者我倒回回頭數上去 如果你說在這段時間來說 將會發生的 其實那個叫James Webb Telescope 台長可能你也有留意到 或者大眾也有留意到就是 美國它發射了上去太空的一個新的望遠鏡 你可以想像的 望遠鏡就是 未來會是取代哈佩望遠鏡的了 就是講哈佩望遠鏡 講了這二十多年 大家都已經知道 它獲得很多的成果 就算是剛剛這個星期 它繼續有拍到東西給我們看 但是我們現在給了一個更加漂亮的 一個叫James Webb Telescope 就是在今年的年頭發射 現在在這段期間 就繼續做一些校正的工作 它未來什麼時候會出第一批的相片向全世界公佈呢? 就會在7月12日 所以大家可能等多兩三個星期左右 我們科學新施節目一定就會講一下 James Webb Telescope 最新的發言會是怎樣 拍到什麼東西呢? 這個就是當下會發生的一個比較重大的科學新聞 我們將會跟大家跟進 另外在5月初的時候 可能大家也可能在我在其他媒體上有出現過 就是這個影 這個叫事件時代望遠鏡 Event Horizon Telescope 在計算兩年前 我們第一次拍到黑洞的那個洞之後 我們是第二次再拍到另外一個 就是銀河是中心的黑洞人畫座 A Star 的那個黑洞的影像 這個來說 那個難度更高 也都是今年度一個很重要的偉大發現 那有些 譬如有些都是跟天文有關 那有沒有一些是其他的科學呢? 那另外再講一個就是物理學 就是在3、4月間的一個發現就是 就是很少可以在粒子物理方面 又可以找到一些新的結果 就是在我們的實驗觀測 去觀測某一個在基本粒子模型裡面 就是在物理世界裡面的基本粒子模型裡面 其中一個基本粒子的質量 我們量度出來是被我們理論預計為之重 於是我們就會認為 會不會我們的理論出到問題呢? 這個是我們很期待 很希望可以發生到的事 可以推進到我們那個物理的理論 去再拖錢出去 另外有些會不會跟那些生物演化上有關呢? 其實一直就有很多 譬如你說是 就是醫療癌病 我們可以找到越來越多的 那些叫biomarker 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去找到一些多一些的證據 來幫我們預示更多的癌症 這個醫學的進步一直沒有停 另外就是基因的那種治療方法 也都是越來越開始有真的正式的基因治療 去介入了人的身體裡面 另外有些就是對於基礎的生命演化的 一些發言也有的 就是 我們經常以為那些這樣的基因演變是會隨機的 一條基因可能一條繩那麼長 繩頭和繩尾大家演變的機會是均等的 但是實際上我們現在發現呢 有很可靠的證據就是呢 原來我們生命是有些機制是懂得去對於某一些比較重要的 那些基因是會有一個保護的機制是修補得快一些 那這個就是天擇的過程裡面 連基因對自己基因的那種 是否表現與否那種保護與否的選擇呢 原來都有它們的一個選擇的過程在那裡 那這個就是說原來基因的演變 似乎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隨機等等 是的 主要來說就是猶言投訴 現在就這樣 就這幾個主要發現了 那剛才你說的那幾個重大的題目 都有 我有言論去跟進 其一就是說 那個Event Horizon Telescope 是有香港的科學人員參與的 那你可以再說一次就是哪一位 這麼厲害可以參與到這個項目 那麼巧幸好全部都是我的朋友 是的 跟我年紀差不多 但是大家相識於美時 那麼其實如果說回呢 在第一次 就是兩三年前 我一次的Event Horizon Telescope 的拍攝那個工作呢 那有一位呢 就是現在在亞利桑那大學的 有一個陳士坤教授 他的名字都跟我一樣 OK 那當如果你看回之前的報紙呢 香港的媒體都有去越洋訪問他 就說他的心路歷程 那麼他今年繼續有跟進這個數據分析 而且他參與的程度更加高了 真的是香港很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那麼去到美國去尋找他的理想 參與天文研究 最後參與到一個這麼重要的題目 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奉獻 另外他也都因為他在那邊做的緣故 也都有跟香港中文大學的其中一兩位的研究人員 其中一個也是我以前的大學同學來的 梁寶健博士 他就是有份去參與做部分的數據分析的工作 在這裡你就會看到 其實現在這些是很國際性合作參與的研究來的 就算有人告訴你 在香港做天文研究 說不是啊 香港哪適合觀星啊 這是對的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在幕後做的那種程式設計 就是啊 數據分析啊 模型啊 這些東西是可以在一個辦公室裏面做的 可以搖他們做 透過一個國際合作來做 那只要其實說真的 你肯去投入 有那套數理的訓練 那其實呢 再加上老師學校的人物 那你就會參與到這個研究 其實就可以變得很近在止尺的 現在是 如果根據這個講法呢 其實所謂科學的研究那個想法 都不跟我們那一代 我們那一代人就是 說你一定要去哈佛啦 你一定要去MIT啦 一定去Princeton啦 或者你見喬喇俊 你才能做到那些震驚世界的科學成績 其實現在不是這樣 現在這樣講啦 你如果想去靠近 那個最中心的核心的話呢 你都是要去那些地方的 但是尤其是主導的工作 就是不是以前很完全集中在那個地方 就慢慢開始散開了一些 但是那個中心 你要知道那個訊息 交換最重要的地方去統籌整個項目的地方 當然你當然要去一些主要一流的大學去做啦 那也可不可以這樣講 就是在你那一代的科學的研究人員 香港這一批呢 其實已經成長到 已經是可以說在一個成熟的階段 可以真正的發揮他們所長 至少在我有限的觀測裡面 在香港的一些基本物理 一些天文的研究裡面呢 也都可以在一些領域裡面 可以做到一些挺不錯的東西的 當然在其他學問裡面 我就說 尤其是在那個醫藥科學 基因科學那裡 其實是有更加多 更加大的 甚至乎是在主導和領先的地位 但是以我自己有限的眼界 如果在物理學裡面呢 我都會覺得是那個國際性合作的機會是真的多了 所以我覺得千萬不要說一個地方 你想去封鎖著一百人的眼界 其實是很難的 很多事情你真的有個國際合作 是大家一起有共同發言在那裡的 尤其是現在這個互聯網的年代 但是我舉另一個例子 比如說最近 我們香港那個劍擊選手 就在奧運拿到金牌 就馬上就說大家蜂擁掉去 就去學劍擊 和政府可能給錢 但是反而如果 比如說這次這個 我們有些這麼尖 這麼好的物理學家 他做了這個 你不見有人蜂擁告訴大家 大家去學物理 或者政府給錢 學會 大家不是蜂擁去外面 考出去外面 就是這樣說 那種效應就不是大家蜂擁的 的確就算學校收生 突然間有些人會刻意 有些幾有二成的學生會走來去學 但是那個收成期很長的 你想一下 那時候 比如我剛才講了幾位 我以前的同學 大家在當時在香港中文大學 相識於美時的時候 是二十年 剛剛二十年前的時候 到了現在有這樣的成就 就是他們繼續 當然在那個環境裏面 震又沒有離開 就不像我這樣不無正業 那於是他們終於震到一個成就出來 這件事是需要很長的時間 當然我也不會說運動員也不穿 運動員也是需要很長的時間 但是以十幾年計算是絕對不停的 但是同樣的那種毅力行深是對傷感的 好 接著也要問一問那個標準模型的問題 剛才提到就是那個量度方面 出現了一個不尋常的差別 照我理解就是量子力學的準成度要求很高 如果這次有偏差的話 是不是我們蓄意有信心這個標準模型終會被推翻呢? 我會這麼說 首先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了解物理學 什麼叫做標準模型呢? 其實一個精神很簡單的就是 我們很希望找到究竟是什麽的職目去組合成宇宙萬物的 我們拆散了之後最基本的那幾個標準是什麽東西 原來有很多種的 有些叫跨黑 有些叫中微子 光子都算了 還有有些是去傳遞相互作用力的那些中介粒子 那些全部都要計算下去 那些就是組成了我們世界上的物質和物質之間 相互作用的那些基本的職目 那就叫做基本模型 我們是花很長時間不停地是 如果你說的1960年代 70年代 是那個粒子物理的大放異彩的時代 就是我們找到很多這樣的基本粒子 有些甚至乎你一找到基本粒子 你就拿下布爾獎了 譬如丁兆宗就是這一代物理學家 譬如上次 最近一次有發現到新的重要粒子 譬如就是那個叫希格斯波式子 又是其中一個這樣的家族 又算是 有些哪些還未找到呢 有些叫引力子 我們理論上預測應該要有 但是未找到 有些就是說我們已經找到了很清楚它有 然後我們就去反覆地去量一下 它的一些物理參數跟我們想像中一一樣 因為我們不只是找到一堆LEGO就算了 我們還很希望有沒有一套理論 可以幫我們合理地解釋到 為什麼這個LEGO要是這樣的組合 為什麼這個東西要帶電 這個東西要加上磁性是這樣 這個東西為什麼質量會這麼大這麼小 我們很希望得到一個合理的解釋 現在我們是用一套叫做 可以想像是量子裡面發展出來的 一個量子長輪的一套這樣的數學物理的理論 來去嘗試幫我們解釋 這些這樣的基本粒子之間 究竟是有沒有一個數學描述 幫我們去預測它為什麼有電荷 為什麼有這個磁性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質量 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一個數學模型去解釋 那麼我們似乎就可以用這個數學模型 幫我們去預測一些新的東西 因為我們如果對於這些基本的職目 它們的相互作用全部有一個物理性 數學性的理解的時候 我們才會認為我們是了解這個世界萬物的 那麼好了 其中有一粒粒字 這次的一粒叫做W.Boson 它是什麼呢? 聽起來只是一些名字 但是它就是主宰著其中一個 叫做弱相互作用的一個中介 一個力的傳遞的一粒子 講到這麼technical 但是其實是什麼呢? 如果大家聽過 可能有些叫做beta衰變 放射性元素變有一種叫beta衰變 它是那個原子的核心裡面 突然之間有個宗子 就是彈了一粒電子出來 那粒宗子轉成了一粒質子 這種這樣的生活作用裡面 其中就是要透過 就是這個叫W.Boson 來做中介去傳遞這個力的 那麼我們能夠找得到 它這個東西的質量照大約 比起一個正常的質子 是重80倍左右 但是可以量到一個小數後 都不是以小數後來計 就是都可以量到 譬如說它的數值是8萬 它可以量到 8萬之後再少數有幾個位 是量度的都挺準的 那麼我們的理論 也都可以嘗試去預測去解釋 為什麼它是80 不是79 不是76 是不是? 那麼我們也都做到的 但是現在這次發現的差異 出現了一個很微細的差異 那個差異只不過是去到 好像是0.1%左右的差異而已 但是我們認為這個0.1%的差異 已經不是太大的差異 我們的理論 沒有辦法讓你們解釋到我們真實實驗的觀察 那麼我們很多時候就會去問 是不是我們的理論出了什麼問題 其實因為在過往很多的這些 無論是天文 粒子物理的研究裡面 很多時候你會發覺就是這些 這麼小的0.0%的差異 原來已經發覺最後漏了一塊很重要的理論在裡面 要放進去的 所以我們這次就看到 就是經過很長的時間 我們一直去量度這些參數 發覺這些東西都好像跟我們的理論 都很符合 大家應該開心才是 但是最麻煩的就是 這套理論你要去再解釋 有時候這些新的東西似乎又不是完全解釋 我們很想有一些的證據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的理論是不足的 但是最慘的是我過往很長時間 我們不斷量度的時候 都覺得不是我們理論做得多好 做得多好 但是最慘的是它某一部分的做得很好 但是有一些我們想它解釋好的東西 也解釋不了 那現在這次你發現 我覺得最重要的價值就是什麼呢? 就是它給了一個新的實驗結構告訴我們 是 我們的懷疑是正確的 我們的理論是有不足的 所以我們趕快大家一起想辦法 怎麼去解釋它 透過這個探索這個解釋過程 會不會不小心發現到新的進路來 去幫我們把理論建立得更加完整 那我們是很渴望有這樣的東西 就是這件事情我們以前經歷過這樣的故事 就是由牛津力學怎麼去跳躍到相對論 我們真的 譬如說 普通的量子力學和怎樣跳到量子電動力學 你發覺往往就是為了解釋那丁屎這麼多東西 原來需要背後很大的創建 我們很希望這個發現的故事再在這次重複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發言 就是這個原因 如果沒有了商 其實這個發言都沒有這麼快知道的嗎? 現在很多東西都很依賴商的 尤其是比較大質量的東西 大質量的那些基本粒子的測量都要依賴商 也不是只有它 但是商就算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機構 是啊 那大家聽清楚一下 CERN 如果大家不太清楚什麼 就上去那個維基百科那裡查查 就是在瑞士那裡的 是啊 是啊 我們以前是曾經介紹過 去旅行 儘管去這裏看看的 但是有沒有可能我們會再發現到新的粒子? 這裏就 我不敢說了 因為技術困難的地方就是 很多理論上我們預期有的粒子 它的質量是很大的 很大的 意味著就是我們要將雙這樣的粒子加速器 它的強度 它的功率要提高10倍 甚至100倍 這樣才有機會再探索到有沒有一些新的粒子 這個也解釋到為什麼 就是在六十七十八十年代 粒子物理是這麼黃成的 因為那時候 剛好我們能夠建立到一些粒子加速器 它是剛好很容易地幫我去找到那些重量的粒子 再重量一點的粒子 你要再將你的粒子加速器的功率提升 但是你會發覺就是 如果剛剛那個能量級數的 它的粒子加速器 它是沒有對應任何的粒子 是有這樣的質量的時候 你就沒有發現了 就是希格斯波式子要搞這麼久 就是因為它是特別重的 它是說的是 幾百倍的這個質子 就是它是 剛才我說的 普通的質子中子 你可以想像它是一個單位的話 W.Boson是80個單位 希格斯波式子是幾百的 所以就更加難找 就要去到二千年後才找到 就是這個意思了 好了 去到這一節最後就問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現在這個瘟疫 我們那半年之前的 我差不多每一集都要提一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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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爆了一個喉悼 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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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不可以嘗試簡單地綜合了 就是這半年內 譬如解決這個瘟疫的疫苗 以致到那個處理的方法各國有不同 你可不可以簡單地說一下 現在過了這半年 你怎麼評價各國 幾種不同的處理 這次這個疫情的方法 和那個疫苗最新的狀態 怎麼樣 這樣說吧 尤其是香港經歷過 今年年頭那波大爆發之後 和現在當下的疫情已經跌到一個很低的地步 它可能有輕微地反彈 但是不高的 這件事情我們只能夠 現在就由事後看回數據去看 就是說 開頭去封鎖 然後減慢傳播 爭取時間去開發有效疫苗 當你有有效疫苗的時候 盡快打了它 然後建立一個群體免疫 然後就要去融讓這個病毒 去和它共存 然後熬過了共存 這個已經是我可以說的 我不會說世界上 有很不同的處理方法 已經是 我在世界上 除了那一兩個國家 譬如你說北韓 和中國大陸之外 全世界都是走向這個共存的策略了 其實就是 只不過有些國家就說 我選一種叫做安全式共存 還是不 但是其實就大同小異而已 都是就是說 你定一個標準 當那個接種率達到某一個程度之後 就要放給別人自由地感染 現在餘下下來討論的問題 其實應該就是說 以前我們還說清零好還是無存好 現在就不用說了 一定是共存的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共存之後 我們應該怎樣繼續共存下去 有人就會說 不是的 我們現在繼續的個案上升 我們要封鎖 繼續清零 這件事情我是覺得有問題的 因為始終就是病毒會繼續去演化下去 你如果將那些人去封鎖 他們累積下來的免疫力 又會去消失了 慢慢又會沒有了 其實反而你要是繼續容養 那些人繼續去共存下去 繼續受這個病毒的刺激 甚至乎我自己都懷疑過 我是曾經感染過病毒 不過沒有發病 但是其實大家就應該要繼續去操生操養 繼續跌下去呢 再有新的變種呢 你去抵抗到的機會也會大一點 但是對於某一些的重點群體 比如在醫院 療養院 老人院裡面這些 就反而對他們就要有一個保護場 那可能你如果問我 我覺得比較合理的就是 就算在共存那個國家 我們去醫院探病 去安老院探病 就做一個測試 做一至兩次的快速測試 來去減低傳入院舍的傳播率 就用這個方法保護那一批本身比較難得免疫力的人 但是我們自己本身已經有一定程度免疫力的人 唯有得去 當沒事發生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那疫苗的開發方面 你覺得是 跟我們Thorna的預期有沒有落差呢 唯一的那個波子 我覺得就出現在 由Alpha Beta變種 出現Delta變種之後開始 Omicron 絕對就是幫忙撲滅了疫情 最後就是 就是胭脂非腹 我會覺得就是 原本我覺得最尷尬的時候就是 我們有疫苗 但是流行的是Delta 因爲它那個嚴重程度都有回到差不多 我們的疫苗的抵抗能力也沒有那麼高 但是Omicron 就是我們的疫苗抵抗能力又再低一些 但是它本身也沒有那麼有害 但是如果你回到統計數字 你是會看到 接種mRNA疫苗的國家 它們那個熬過共存的時候 對於那個醫療系統的負荷 或者是那個重病率 死亡率 都是低於打其他疫苗或者不打疫苗的國家的 那你會數回 譬如好像是新加坡這些 全部打了mRNA疫苗的 它是可以壓到很低的 以色列這些也是 幾乎是打了mRNA疫苗的 它的死亡率也是很低的 那麼英國呢 它就是打Extra再加mRNA 它的死亡率會高一些 美國呢 它就會更加多人傾向不打的 它那個死亡率又會再高一些 那麼香港也是一個反例子 就是 你會看到一個老年族群 還要是打了4-hand的那些 死亡率特別高 香港你會看到那個老年死亡率是很高的 其實是高於在世界上排得挺前的 那麼香港本身的人口老化問題也比較嚴重的 就是現在在這裡就是科學給了一個準則了 但是我也不會跟有些朋友去爭拗 就說不是啊 有些人打贏了 這是會發生的 這件事就要講機率 這件事是要累積了一大群體的數據之後 你才能比較到那個差異 就是一樣會有機會出現了就是 打了疫苗的人會因為疫苗會有事 或者打完疫苗會繼續重症 但是當你累積到整個社群的結果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真的有個差異在那裡 而對於我們怎樣去調動社會資源 去抵抗這個瘟疫 怎樣減低對大眾的傷害 很多時候就要用一個比較大的尺度去看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不要去介意 去爭論就是說要打針好還是不打針好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候不需要爭論這件事的 問題就是我們社會這個世界繼續走下去 是應該大家操生操陽一點 就繼續去 其實我覺得 你說香港已經經歷了這麼重要的感染了 我就覺得你戶外就不用人戴口罩了 是啊 我相信你覺得你很聰明的 可以不用戴口罩了 是啊 室內聚集 如果你室內大家開公司開會 你就戴了 但是你出去 搭地鐵那時你就戴了 但是你出去跑步運動那些 你給人吸煙才行的 大哥 不要隨機吸煙 又罰了 不用這樣的 其實根本 是安排的 好 聽到很聖誕了 我們第一次要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